男子手抓一個手槍圖案的盒子 圓警立刻繃緊神經要他將盒子打開 對方怎樣就是不肯 駕駛表示這裡面不是違禁品 就是不願意配合調查 盒子終於打開 原來裡頭是一把玩具手槍 雖然是虛禁一場 車上也沒有其他違禁品 但零星駕駛卻沒有系好安全帶 圓警還是開罰 但駕駛指控警方根本是在找查 22號凌晨圓警經過 桃園市中立區埔中路巷口內 發現零星駕駛開車不穩 因此上前盤查 先是看到他沒系安全帶 又看到車上有一個手槍圖案的盒子 警方擔心裡面藏有真槍 要求對方將盒子打開 但男子不願配合 雙方僵持好一段時間 圓警最後開了沒系安全帶的罰單 然而過沒多久 在等紅綠燈時 圓警又碰上零星駕駛 這次他不但占用機車格 一旁的友人也沒有正確佩戴口罩 圓警再度開單 駕駛直說圓警執行過程有瑕疵 警方盤查舉發過程中 未有當事人所稱態度簽加及執法不公 警方回應全程態度正常 是因為證明駕駛一開始就很抗拒 對圓警口氣非常不耐煩 所以僵持了半小時左右 一切都是依法行事 TVBS新聞廖宗慶 喬尾剛桃園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紅綠內外大事 請下載TVBS新聞